这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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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记在心里 我现在真是有十张嘴也解释不清楚呀 你们对我的恩情 我这辈子算是没办法报答了 我下辈子一定为你做牛做马 女人说完这句话突然晕倒了 被迅速送往了医院 事到如今 男人只好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大嫂 这一切都怪我呀 都是我当时贪财执迷不悟 你和大哥资助我们做生意 我们确实挣了钱 但是我开始有些飘了 受人蛊惑玩起了股票 听说这玩意来钱快 我背着我媳妇偷偷偷把饭店全抵押了出去 谁知却被套牢了 但我不甘心不服输 又把家里房子抵押了出去 牛市没等来 等来是一场空 最后赔得金光 还欠了一屁股债 小方被气得得了乳腺癌 医生说是长期生活压抑 因为家里的外债 整夜整夜失眠 每天靠着药物 才能勉强闭上眼睛 最后身体就垮了 这么大的事 你们为什么不早说 你们还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吗 我怎么说 今天看她的脸色有些苍白 头发有些少呢 是啊 这两年她真是受苦了 她以死相逼 就是不让我告诉你们 因为她不想让你们看到她生病的样子 免得跟着担心 所以就找了借口 以生意太忙 根本没时间回家 这就是事实 大哥大嫂举办完孩子的婚礼后 招待完客人 立马就赶去了医院看望小妹 我的妻小妹啊 你是真傻啊 你怎么不早跟个说 我和你嫂子也好照顾你 今天你嫂子对你说的那些话 你可别往心里去 我现在除了责备 更多的是心疼 我不配当你哥哥 家人出了这么大事 当哥的居然一无所知 我还以为咱妈的事 不让你进娘家门 我现在想想真是太过分了 大哥 你不要责怪自己了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咱妈去世的那一天 我正做乳腺癌切除手术 我和你妹夫的手机都关机了 所以你给我打电话 总是处于没人接的状态 妈妈临终前都没等到我 我心中一直抱有遗憾 同时也感谢你们 让我妈能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我一直也对你们很愧疚 这是我也有责任 我应该早想到的 小妹对咱妈最好了 怎么可能为了钱 而不去看望她 现在我和你大嫂也知道 事情真相了 我希望咱们一起 面对眼前的困难 一回你给我个卡号 我给你转十万元 你们先拿着用 化疗费不是个小数目 再说 现在生意不好做 后期如果再不够 我们就再想办法 实在不行 就把咱妈老家的房子卖掉 给你看病用 我相信咱们一家人 齐心合力 一定能战胜困难 大哥 这些年我拖累你们 已经够多了 我这辈子肯定还不完了 等我下辈子吧 我刚做完复查 我已经询问了医生 虽然做了切除手术 做了化疗 生存期也就是几年 我肯定会走在你们前面 你们的恩情 我会牢记于心 我的亲妹妹啊 不要再说这种傻话了 你现在就安心的养病 你侄子也结婚了 我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过几天 我和你嫂子 就搬到你家去住 去伺候你 我觉得吃得好 对你身体恢复会更好 我让你嫂子去学营养课 根据你的身体实际情况 给你搭配不同的食材 我相信 在我们的细心的照顾下 你的身体会渐渐恢复的 谢谢哥哥的关心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等我过几天身体舒服了 我想要让你陪着我 去一趟咱妈的坟山 咱妈临终前一直没见到我 她肯定会希望看到 我们兄妹俩一起出现在她面前 原我最后一个愿望 就是让咱妈瞑目 没问题 我答应你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听医生的话 好好接受治疗 好好恢复 有了精气神 有了力气才能出境 女孩很幸运 拥有了这种难得的亲情 但是不幸的是得了这种病 希望女人的身体 能够恢复如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